好的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圣爱与圣志》第146到172节 那么这几节的内容主要就是谈到这个圣灵 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 就是主在灵界,它是在天使面前,它是显为一个灵界的太阳 那么这个太阳不是主本身,是主所发出来的 圣爱与圣志,这个光和热 它显为一能太阳,主在太阳当中 而且这个太阳它在天使的面前是在东方 在天使的前面 这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 然后今天这个谈到圣灵 也146节 就是说 显为太阳的主 发出圣爱与圣志 将天堂放射的热和光 就是发出的神性 也就是圣灵 那么我们 在这个圈圈的教会上 我们都对圣灵 有的时候把它想象为一个 独立的位格 是吧 有的时候 像一个天使的形象,一个格子的形象 或者是 有一个不同的形象 那么在这里面 思维正宝 他就是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圣灵就是 主发出来的 圣爱和圣志 表现为热和光 也就是神性的发出 周圣灵在另外一本书 就是《新耶路撒冷教义》 这个 军门论书 主的一个小册子里 就提到了 神的位格和本质上 祂是一位的 圣三一是在祂的里面 所以 我们所 认识的 真神 祂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三一 三位一体 这个概念是让很多人 糊涂的 那么 在这里面 思维正宝 就给我们 解释出来了 神性 他作为 源头 被称为 父 神性 是人 被称为子 也就是神 以肉身的 形式 曾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在人间生活的 这个就被称为子 发出的神性 被称为 圣灵 人们 虽然称圣灵 为发出的神性 就不知道 为何 而成为发出 因为人们不知道 主在天使面前 是显为太阳 这个太阳 说发的热 本质上是 圣爱 说发的光 本质上是 圣智 那个 我们 就是说人们因为 对圣三一的有误解 包括 亚塔拉 修的这个 信经里面 就提到 父一位 子一位 圣灵一位 对吧 就是把这个 有一个很分裂的认识 那么为了强调子和父有它一个屯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也好 或者是屯等 强调父和子的这个屯一也好 所以又引申出一个子在远古就有了就在神的创造之中就有子的存在了 这就更乱了 有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人会认为基督教的那个三位 一体的那个 实际上就有三个神 多神 所以这完全就违背了 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信仰 那我们就那个 虽然说 随为中华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人说 圣灵是发出 但是因为不认识 不知道 神在天使的面前 临界 行为一个临界的太阳 所以呢 不清楚 发出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么天使取爱和智慧的程度就是取在神性之热和光的程度 原因也是在于此 若不知道主的灵界行为一能太阳 发出神性 就不可能知道发出是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神只有一位是全在的 所以呢 将发出的神性 是一个位格 和边 声称呢 他是 他为神 那么实际上就是分裂神 显然是不理智的 第147节 提到 因为以前也讲过 神不在空间中 因为他是全在的 神确实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神性的这个发出啊 在遍及整个的宇宙和存在 他们都是一样的 那么 这是147节 被那个感动以后 还有光照 他能讲很多 能够全道 那么 149节 从以下的圣言经文明显的可以知道 圣言就是主 是真理之本 那么圣经里面呢 有这些经文 比方说 耶稣说 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他要荣耀我 他要将受入我的告诉你们 因为他与门头们屯战 并在他们里面 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 那么这些经文就是说 主所发的真理本身他被称为圣灵 由于他 由于在光里面 所以他能够行启示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里面就特别强调 这个灵 圣灵 它就是主的发出 它跟主是 囤一的 它不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形象或者是另外的 一个人格化的 或者什么样的 一个位格 这一点呢就是说 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吧 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 就是对圣灵的这个认识和理解 往往是会有 误差的 有偏见的 有的时候是很矛盾的 是很分裂的 如果 我要不是 看到斯维敦堡的这些 我说实在的 我到今天可能还有那种分裂的 想法 是 是 这也是我 次数我 不断的 寻求 以至于后来 阅读 那个 斯维敦堡 剧作的 这样一个原因吧 我想这也是有圣灵的带领 有神的带领 最近网站上有一篇文章 也就是对面有个牧师的讲道 也是谈到了圣灵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 丁慧 大家也许都知道了 那个 我等会看看那个年纪啊 就是说他就对面讲圣灵的 那就是也是特别强调 圣灵他就是主 就是主的神性的发出 那么启示 是圣灵的属性 他通过主 而在人的里面 然而呢 他必须通过作为媒介的灵和天使才能实现 不过呢 这种 巨敦的协调的性质 难以描述 只能说 天使和灵 别不能凭自己启示人 因为他们同样是人 也要被主启示 由于他们同样被启示 不可知 一切的启示 唯独来自主 他通过作为媒介的天使 或灵实现 因为取启示状态的人 被置于接受更多启示的天使 和灵尊间 这些启示唯独来自主 那么这个呢 我得理解 就是说 我们人的周围呀 是有天使的 也是有这个邪灵的 那 我们很多的 我记得思维登宝家 他的有一个书里面 就提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把我们真的孤立起来 隔离开来吧 我们和那个周围的灵 没有交流 就在灵里面 就是说 跟他们的隔禁 我们就不会思考 所以我们所有的思想 都是 跟我们那个 或者是比较 本性啊 灵的那种特性 很 很接近的 那样的一个环境 或者作为的天使灵 或者是邪灵啊 这个 反正就是这些灵 在我们的周围 透过他们的流据 我们才会 思想啊 或者是得到一些思维 就是思维的这个过程 那么呢 如果我们对到启示了 好像看上去是 周围的那些灵啊 流入我们的 但实际上 他们也只是一个尊见 那些真正的启示 他一定还是 这尊源头都是 从主那里来的 是透过圣灵啊 透过那个 灵流的流入呢 进来 所以我们 人很多的时候 嗯 就是说 我记得 社会动宝也特别强调 我们做出了好的事情 或者是美善的 我们也要知道 貌似我们自己在做 但是呢 只有神的灵的这个 感动 带领 经历 那如果是坏的呢 坏的同样的 也是有 那些来自于邪灵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要把一个很恶的事情 归给这个人呢 那也不是 不完全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在那个时候 他犯错误的时候 他实际上也是被那个 跟那个邪灵的那个灵流 那个流着 他是有关联的 但是这不是说他可以逃避责任了 他为什么会 取得那样的一个环境呢 那仍然是有他的那个意愿 就如果一个人 他是一个良善的意愿 他不可能那个恶灵会来的 他不可能这个恶灵的 恶的那些 那些流着啊那些思想呢 会进到他的里面 我是这样理解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新成善念的话 那我们作为肯定都是 那个善的灵 或灵人啊 或者是灵体 在我们的作为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破口了 我腾腾的心仰说 就是有破口 破口就是给撒旦 魔鬼留地谱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留地谱就是我们这个意愿 就是我们在那个最原途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不好的 有一个恶的 有那种倾向 那可能他就会气 或者是 和拍也好呀 或者是偶和也好呀 或者邪政也好呀 整治吧 那个贫磊或者是跟那些恶的 他们就 在一起 就仍受这个恶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就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 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意愿的那一块 我们是可以做出选择的 我们可以选择善 可以选择恶 这种选择以后就决定了 我们会和作为的什么样的灵体 临人在一起 只能选择 然后呢 透过这个媒介的 尊介的这些灵体 我们就会进一步的 有我们的 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表现 启示也好 或者是恶的方面的这些意愿也好 那么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机制吧 一个过程 那么第 151节 那么思维登马就 就强调了 主通过灵界的太阳 创造宇宙的极其万物 这个太阳首先发出圣爱和圣智 那么这个也是思维登马一直在存复的 主 就是 忍恒之神 也就是耶和华 他被称为父 和 创造者 因为 主 于父 为一 那么 主于父为一呢 在圣经里面耶稣是很明确的讲过的 耶稣说我于父为一 具体这是哪一战哪一截 是师父业里面哪一战哪一截呢 我现在 一下子记不得了 就是主耶稣他就特别讲过 所以说有很多的信徒他有困惑 就是这样 这个三位一体 我于父为一 就好多他就是 确实会带来一些困惑 往往呢 就是很多人就是在 不明不白 单顿啊 也就是 反正也搞不清楚 也就算了 所以有些牧师甚至说 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 你不要去多想 反正就是那样 那么在这里面呢 斯维德玛也特别的在再次的重复圣经上的 耶稣的那个 我想 不管他是引认了圣经的 还是 斯维德玛丢到启示就是这样写的 因为他们两个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主和父为一 他们不是分开来的 新介络上的交易 论出主的一个小册子里面呢 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呢 下面 斯维德玛就是说 凡是论出创造的时候呢 就干脆 就就采认主这个冲位了 免得 引起误解 就直接的就认主 那么创造是通过临界的太阳成就的 这个太阳首先发出圣爱和圣志 那么太阳是创造的第一 因为 整个的星系万物 靠着太阳 持续的存在 所以呢 他们的存在是源自太阳 深层就是很久的存在 任何事物 如果是太阳 经由大气的流聚中完全的 退离 就会即刻的消失 这个大气 存之又存 因为太阳而对活力 并且保持 万物的连接 既然宇宙 这些万物 很久存在 是源自太阳 那么显了意见 这太阳是 创造的第一音 由此而产生万物 说太阳创造 实际上是主 通过太阳创造 因为这太阳也是主创造的 那么这个 我们在宇宙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智能界里面 我们也经常说有恒星啊 大气啊 太阳啊 是 它是一个源头 啊 那么思维通报说呢 如果把这个任何的一个星体 如果是 成这些流聚 这个大气的 把它固定开来 它就会消失 那当然了 这个 太阳 我们 自然界的太阳 我们现在知道在这个宇宙的星空当中啊 有很多 这种 甚至比太阳还大的那种 那种恒星是吧 发出这个光和热 那么 看上去我们这个宇宙是有赖于 这些星体 而且呢我记得曾经看那个 就是宇宙 有一些 这方面的天文的 这个书籍的时候就是说 一开始 有的理论嘛 很多就是星云 然后他们是 好像是怎么样 经过变化 形成了 一些实体啊 什么样的 当然这些具体的 这些呢 可能 也许那个 宇宙学啊 或者是天文学啊 他们会在研究 但是思维动法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一切的存在呢 是先成这个 灵界的太阳 那个地方开始的 灵界的这个太阳呢 也是主 所发出的圣爱 和圣智的这种光和热 而形成的 所以呢主呢 他是通过两个太阳 创造万物 相当于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讲 两个太阳 一个是灵界的太阳 一个是城市的太阳 主创造万物是通过灵界的太阳 而非我们这个 智能界的太阳 因为 城市的太阳 它远在 灵界的太阳 之下 城市的太阳 它就在 就在这个 中间的位置 上面是灵界 下面是这个 物质的这个 智能界 创造 我们这个智能界里面的太阳 是为了辅咒 灵界的太阳 这是一种 辅咒的太阳 辅咒灵界的太阳 这一种的源头是 灵界的太阳 主通过灵界的太阳 创造宇宙 这些万物 因为这太阳 首先 发出 圣爱和圣智 万物都源自 圣爱和圣智 一切受造物中 无论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 都 存在的三个要素 也就是目的 原因和结果 在浑大的体系 或者说 整个的宇宙中 这个三个要素呢 它 存在的 这个顺序呢 是这个样子 万物的目的 在首先 发出的 圣爱和圣智的 太阳当中 万物的原因呢 是在 灵界 万物的结果呢 是在 层次 也就是我们这个 物质的 物质界 受造物没有这个三个要素呢 它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知 主 通过太阳 创造宇宙 进行万物 其中 润含了 万物的 目的 那么 思维通宝在这一节呢 他 他这个 特别强调了 有三个要素 也就是目的 原因 和结果 这个目的呢 我的理解 就是说 这个圣爱 圣智里面 他包含了 那一切的 创造的那个目的 也就是神的那种 那个意愿 那我相信 这里面呢 是无存的 因为神本身是无存的 所以他这个目的 他是无存 那么这个圣爱与圣智 这样带着这样的一些意愿 或者说他就是神性嘛 因为他是 他是一切的 存在的源头 所以他必然 他这个目的也就是 就是一切存在的那样的一个 就是说那个意愿 那样的一个 或者说是一个 全备的设计也好 或者是一个 规划也好 整治嘛 就是那是 这边所有的 存在的那个目的 神性的 无存无尽 就是无存 无存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信息 或者怎么说 怎么理解 就是都包含在 原初的那个 圣爱和圣智当中 然后呢 这个圣爱与圣智 它会产生 我们在上一刻提到 会有不同的 归润而形成的 这种润 应该就是一种 就是说形成的 第二步就是原因 然后这种形成的这个 导致的是一个结果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思维政宝也 提到了有三个要素 就让我想到了这个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是 一分为二 好像阴阳嘛 两个要素是吧 但实际上呢 我曾经也看过 有一个哲学家 他说过 真正的存在的 它是一分为三的 就是说在任何的事物当中 它都是有三个要素 当然他 阐述的那三个要素呢 跟思维政宝这个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很 他们有很精准的 这样一个类比 类似就是 三个要素 在这里面呢 思维政宝提到的三要素 就是目的 原因和结果 在临界的太阳那个 爱 与智慧的观和热当中 包含了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把心智 从石坑当中 抽离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空间是 大是小 它没有什么区别 创造宇宙和创造云人的细节 没有什么区别 塑造物的多样性 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神人类 有无限的事物 因此 从它首先发出的太阳中 也有无限的事物 没有两样相同的事物 那这一点呢 我们就 从这里面呢 我 当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觉得也是 非常的开心 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找到这个语度当中 有两个完全一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没有两个相同的 所谓的相同都是 在某一个层面上的 一种人类的定义 或者是某一种有限的 就像我们给它一个参数 是吧 比方说颜色是红颜色的 我说它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 这个红跟那个红 它是千差万别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 只是光举那些主要的元素 我们说它们是相同的 而实际上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因为神在里面 祂是有无限的事物 所以我们的存在是无限的 而且是没有两个 是完全一样的 是多样的 由此产生万物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 在这个城市的空间中 在零件呈现有空间的表象当中 多样性既成在于整体的事物 也成在于个体的事物 因为神是无限的 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级别上看 它都是多样性的 然后你在这个集合里面 任意挑一个某一个具体的元素 然后如果有可能在里分析它 它仍然是多样的 而且是无限的 然后你在里面再挑一个 它仍然是无限的 所以说神性是无限的 存在是无限的 我们科学或者是我们的经验 那都是一种相对的 相对的 一种局限的 有限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或者是感受当中 空间能量不存在 忍恒也不属于空间 就和神性是一样的 就是这一节比较奥特 那么接下来呢 齐威东网继续说 未超出属灵之观中的思想观念 因为属灵的这个思想观念中的没有时空的东西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物质自然界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我们很难逃过这个跳出时空来思考 但是呢 在属灵的思想观念当中呢 就没有时空的东西了 那么 织灵动网说呢 他们也并未完全超出属世之观中的观点 说到没有无限的空间 都能够凭理智承认 忍恒也是一样 因为它不是时间上的忍恒 说到到忍恒 从时间的角度就可以理解 不过要说是成忍恒 就无法理解了 就会提出时间的观点 那么这两点 我的理解 我的认识 我的想法就是说呢 我们所看到的时间或者是空间 它实际上 从属灵的 从思维动网的启示当中来看 从属灵的观念当中呢 它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几万年呢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种概念 都是我们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影响 那么这个呢 有的时候我确实是 不是很好理解 不是很好理解 但是我想呢 这个 因为我们以前也提到了 就是神仙它是完全是超越了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概念 那么或许就像我们 那个哲学或者是科学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空间呢 它是有不同的维度啊 是吧 然后时间呢 它甚至会弯出啊 它这个时间呢 但是跟空间的变化这些是完全是相关的 所以说空间和时间呢 它都是相对的 都是一种很局限的东西 那有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计认它 来帮助我们呢 来生活或者是计认这些概念的帮助我们去理解 有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概念 比方说永恒啊 我们可能就理解就是时间是无限的长 但是实际上呢 永恒根本就可能跟时间就是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种存在的那种状态 那么自然间里面的太阳纯粹是火 因而是死的 自然间里面自然间本身也是死的 因为它源自尘世的太阳 就是自然间的太阳 创造本身和这个尘世的太阳 它毫无关系 完全是临界的太阳的所为 我们经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们说太阳出来了 一切都变得生机 这个活泼 但是呢 这是一个误解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呢 它是死的 真正的 是让这个生命 让植物 动物 让这些一切 变得先活着的 那是临界的太阳 是神性的那种流度 那种存在 那么十位中文在这里呢 就强调了 临界的太阳 它是活的 临界的太阳 它发出的圣爱和圣志也是活的 死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凭自己起作任 只能是被作任 将创造的功归归于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智能界里面的太阳 就好像是把功建的作品归归于它的手所操作的功率一样 那这个呢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生命是非常奇妙的 这两天呢 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嘛 我的那个阳台 外面的阳台啊 有一个小阳台上面 有一个鸟 它就下了两枚蛋 然后它就浮在那里 然后就两个小的鸟就出来 那真是很奇妙的 那么你说这个生命 你看我们 如果我们不了解 那个临界的太阳 我们当然就会说这是光嘛 是吧 有生命 有那个它里面的那个基因啊什么的 它的发生作用 但是思维动物告诉我们 自然界的 这些我们这个肉体的 这些物质的这个 它都是死的 它不可能 成长成一种活的 那种有思维的 有情感的 或者有它的生命 而这些生命 它要归归于什么呢 归归于灵界的太阳 归归于圣爱与圣智 归归于灵流 所以说 因为神是活着的神 因为有神性的流去 遍布了一切的成长 所以成长才会成长 所以生命才会有生命 所以说 那个 那个一枚那个 那个蛋 是吧 它腐化了 它就会在热和光 这种作用下 它的生命就会 就会呈现出来 当然我们人的生命 也是这样的 因为有灵 有灵界 那个 有那个灵的热和光 进到生命里面 那个才是有生命的 因为生命必然会 这个展现出生命 是吧 所以这个呢 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吧 我们自然界里面的一切都是死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界的太阳 也是死的 之所以我们地球上活的 存在当中一切的生命 那是因为有灵界的太阳 灵界的太阳是活的 所以 史维特曼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告诉我们 知人界里面的这些太阳 它纯粹是火 没有生命 灵界的太阳是火 火热 但是呢 它有生命 天使 对城市的太阳 火和灵界的太阳的火呢 它的观念是这样的 灵界的太阳的火里面 有神的生命 而城市太阳的火里面呢 就没有 城市太阳的趋灯力 更非来自它自己 而是来自灵界太阳 发出的火力 如果灵界太阳的火力 退出 或者被拿走 我们所看到的 自然界里面的这个太阳 将毫无生命力了 所以 这个表面上看 是我们这个太阳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万物生长靠太阳 那不是靠我 实际上不是靠我们 看到的这个太阳 而是靠 灵界的那个太阳 由于这个原因呢 敬拜太阳 是最低级的 敬拜神的形式 因为 敬拜我们 自然界里面的这个太阳 这种行为 是死的 就好像 这个太阳本身是死的一样 所以在圣言当中 拜太阳不以为是可尊的 实际上是对神 还不了解 不认识 不知道 把一个死的 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融活的神去拜 这肯定是一个很错误的 城市的太阳 由于纯粹是火 所以它是死的 它所发的热和光也是死的 大气 同样是死的 这大气就是所谓的以太和空气 那么思维动物 那么思维动物 动到这个 疑太的这个概念 那么疑太呢 是 那么翻译的时候 那么就翻译成疑太 那么这个呢 是有一个 就是曾经在科学界上也认为 有一个最根本的一顿产 这个产呢 一切的磁场啊什么的 都是以它为基础的 它是一个最根本的 后来被认为呢 没有 磁场呢 就是磁场 因为在科学上呢 来看出来呢 比如说这个 经过一些实验吧 就是我们所 后来所理解的电磁场呢 它就本身就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好像没有一个背后的 还有一个什么 但是呢 看到思维动物的这个贵作以后呢 我现在我就能够 感觉到 如果把疑太 或者是 看成是什么呢 看成是 是磷场 磷场 或者是磷流 那是神性的东西 磷场 那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它遍布 整个存在 是因为它存在 才有存在 而且它在一切的地方 它都是 即时的效应 就因为它没有时间嘛 就是它也是 没有空间的 这样一个 一论状态 所以说它操练一切 我们所认识到的 空间和时间 所以说 在存在 在任何地方 讲是我们这个宇宙 是一个球体吧 是一个无限大的 很大的球体 那我们如果是站在磷场的概念上 比方说我们从一个端点 南极或者到那一个百极打个比方 我们的吞信是要花时间的 是吧 因为磷场它是有适度的 但是在神性的里面 它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你从南极到百极 你滴答一下 这个声音是便利整个的存在 也就是说 所以我的理解 我个人理解 就是说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一切 已起心顿念 实际上它可以在当下 那就是说 应该是什么地方都会知道的 如果是能够检测的话 就是说 因为那些信息 或者是那一种机制 它就是没有时间的那样的机制 那只有这样 我们有什么解释得通 就是说 我们就说 比如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 对吧 它怎么会互相之间 还有一种凝络的机制呢 所以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零件 零件它是一种 比我们物质界的那种 更超约的信息的交换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影响的方式吧 所以它就保证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无论你是多快 无论你是多大 它都不会 这个好像是超出那个 那样的一个范畴吧 就是不会你太快 快到最后 好像是你都超越了神性的那种困执了 不会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我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 就是想到了这个仪态的这个观念吧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零件的 或者是零流啊 或者是零产 从这个方面去理解 我们对这个仪态就输一个新的含义 那么思维动物在这里就强调了 就是说这些大气啊 这些这个存在 它被零件的太阳所发出 被流入的属灵的这些东西都包裹起来 如果不把它包裹起来 我们这个土地也好 这些都不会有产生这个各样的 有生命的这样的生机的这样的一些形式 所以说物质界的这些存在 这些它都是有赖于零件的某种机制 那么思维动物在这里说呢 它是被包裹着 既然自然界 从这个太阳开始 这个太阳发出的 便持续存在的一切都被成为物质 那么就可以知道 自然界以其所属的一切都是死的 自然界在人和动物的身上 看而是活的 那是因为有生命伴随 所驱动它 这个是 我觉得它那个随动物就更加很清楚了 明白 让我们明白 由于构成土地的 自然界最底层的成分是死的 不像零件那样 随着情感和思维的变化多样 而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呢 自然界里面有空间和 有空间的距离 之所以成在这里事物 是因为创造在此均洁 去禁止 由此明显可知 空间是自然界的水性 自然界的空间 不像零件的表面空间那样 能够顺应生命的状态 自然界的空间是死的 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它首先影响的是零件的成分 所以在零件的话 我们经常是 这个说尽有心生啊 就是说你的心是怎么样 你的环境呢 它就会怎么样 而且这种变化是非常的快的 是对应的 很及时的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 这个物质的世界呢 它就要慢得多了 它就趋向于禁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死的 所以有可能是先在零件的层面上 推行了某种变化 然后再会反馈到 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人啊 对吧 他可能他的心思的状态 而他所生活的环境 他有的时候是 好像是不对等的 但是我想慢慢的 假意食欲人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还是能够 因为还是能够对等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零件的影响之后呢 他最尊重是要 注入到物质世界 只不过是不像零件那样 那么快速 那么多变 那么及时的 就产生了一段段階的改变 时间同样是肯定不变 他们也是资源家的属性 一天啊 一年啊 这些美食啊 这一些 它世界上是 这个光 这个啊 冷热 也是在 形容往复 这些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物理学上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 时间它本身是依赖于空间的 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它是空间的一种变化 状态的描述 所以说我们 从这个意义上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 就是我们现在的物理学 也论定 时间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场所 它是跟空间的状态的改变相关 所有这些状态同样是死的 因为它们不像零件的状态那样 是生命 在零件 光和热 持续的存在 光就对应着天使的 智慧的状态 热就对应着天使的 爱的状态 这些状态是活的 所以在零件的时候 一个睿智的人 对真理的认识 或者是心里火热 有爱的人 他的这些状态 他的生存的状态 存在的状态 一切的跟他有关的状态 他都是对等的 对应的 由此可见 将万物归于智人家的人 他是何等的愚昧 论腾智人家的人已经到了这种状态 这个慈慧东宝在这个灵里面应该是看到了 给我描述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 他不愿意将心智提升到至云界至上 所以他的心智呢 向上 他是关闭的 向下 是打开的 这样的人呢 就变得了感官 朱氏 在灵性上来讲呢 他的灵性是死亡的 由于只通过 具体的身体的感官 吸收的事物 或者是通过 尘世的感觉的思考 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呢 甚至是否认神了 跟天堂的铃接 一旦争断 跟地狱的铃接就产生了 他们只剩下什么呢 思考和意愿的能力 也就是理性思考 和自由意愿的能力 这个两个能力呢 人人都会有的 不会被拿走 没有这两个能力 人就不会称之为人了 魔鬼和天使 都有这两种能力 但是魔鬼呢 就是这种疯狂的 这个恶 行恶 失恶 这个来认证两个能力 去思想着恶 做恶 天使呢 是用来取得智慧 和行善 所以那些我们说 物质化的人 属适的人 我们在信仰的角度 一来说 这个人很属适 他实际上就是被感光 被肉体 那个感光的刺激 肉体的这种 这种 这种感觉 然后呢 眼睛所见 这些东西呢 完全的事情 通过这些来吸收 因为神看不见 所以就不会相信有神 是吧 自己觉得很舒服啊 感光上的那种 舒服 那就是生命的追求了 是吧 所以这个 信仰啊 这些都否认 是吧 属灵知识也否认 因为他们这一顿呢 是跟天堂要 断结联系的 一旦跟天堂的联系 尊断 就会和地狱产生联系 所以呢 他就会越来的越 像这个 恶的这一块 所以 做恶的人 他也是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疯狂 他们的这个 如果是心念当中 充满着恶的话 所以他们很 天生的 他也会反对这个良善的 天生的就是要做恶 而且在这种恶当中呢 他们会 得到一种什么呢 得到一种感光上的刺激 那种愉悦 那种快感 那就是他们所追求的 所以为了那种 那种追求 他们可以说说 无恶不捉 是吧 那就是比这个 比这些动物更可怕 比这个畜生啊 就是更饿了 更糟糕就是 没有一生一死 这两个太阳创造是不可能的 那么宇宙整体上 分为两个世界 也就是灵界和城市 天使和灵在灵界 四人在这个城市 这两个世界表面上完全是 表面上它完全相同的 因为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所有的 灵界也有 那些 我们看到的 太阳啊 白云啊 这些 山片啊 这些东西 实际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应该说呢 只是一个什么呢 只是一个结果 和真正的源头 是从灵界那里来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两个世界表面上完全相同 以至于呢 彼此无法区分 但是内里面呢 它是完全不同的 在灵界 被称为天使 和灵者本身 它是属灵的 所以呢 他们的思想和言谈 也是属灵的 但是呢 在这个智能界里面 我们人呢 思维和言谈呢 往往是属世的 属灵的 和属世的 他们是 是这个 是不同的 这两个世界呢 有此的区别呢 有两个太阳 一切的属灵物质 来自于一个太阳 都是活的 一切属世的物质 都来自于另一个太阳 都是死的 他们的源头都是太阳 由此可以知道 一个太阳是活的 另一个是死的 主通过活的太阳 创造了死的太阳 那么为什么呢 创造死的太阳 也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些 四人家里面的太阳 是为了一切的事物 能够被很久的 稳固的 固定在一个尊端 而成为一个持久耐润的 存在的形体 只有这样 创造才得以牢固的确立 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是作为一个尊端 比较稳固的尊端 就好像是子宫一样 它作为创造这顿目的 它的结果呢 使它产生出来 主所创造万物 所凭借的 是活的太阳 活物能够使死物送出自己 便受到它 以达到任的目的 反过来就不行 活的能够 这个利润死的 只有赏身理智对生命 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认为 万物是属于自然界 这个呢 这一段就是 随着嘛 再次的强调 自然界本身不能赋予任何的生命 因为它本身毫无生气 而且是死的 我们必须要明确要知道 人界的太阳 才是生命的源头 那么创造的目的的跟端 就是让万物归向创造者 便产生结合 这个创造三个要素 就是目的原因和结果 三者混成于每一个事物 有好多我们可能 不一定能够认识 但是随便宗宝在这里 明确地告诉我们 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存在 都有这三个要素 目的是原因中的一切 也是结果中的一切 因此目的原因和结果 不成为最初的目的 分间的目的 和最终的结果 和最终的目的 目的要成为原因中的一切 必须有来自目的的模准登记 以便于目的属于其中 目的要成为结果中的一切 必须有来自于目的 并通过原因成为模准登记 以便目的属于其中 那么这个两段 这一段文字呢 主要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一切的存在 我们说有目的 有原因 有结果 那么这个原因 必然是从目的那里来的 所以它带有成 目的那里来的元素 结果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跟这个源头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无论我们说是 这样说是目的 原因和结果 但实际上 他们是仅仅的和这个 原因和结果 仅仅的是要和这个目的相关键 目的要成为结果中的一切 必须有来自目的 并通过原因而成在于模准登记 以便于目的 存在于其中 目的不可能单独的存在 并在由它产生的事物当中 它本身的一切 属于其中 并通过发生作用而进入结果 直到它任由很久的存在 这很久的存在之质 就是这顿的目的 就是所谓的结果 我觉得我的理解 就是这里面 它因为是那么往上 讲来讲去吧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结果 它一定是带有那种 从主那里来的 源头的 那个目的的那些元素 这三个要素 以及目的原因和结果 遍地整个的受造宇宙 无论是大小 所以无论是最大的 还是最小的 都一定是按照这样的一顿 一顿这个 都可以这样的理解 所以呢 一风为三吧 就是目的 原因和结果 创造万物的 普遍的目的就是 创造者和受造的宇宙 润恒的结合 所以谈到这个 所谓的预定论 那我觉得 斯维特博在这里启示 好像是一种 更广泛的一种预定论 那就是说 受造的这个宇宙 和创造者 它要润恒的结合 我们是一个受造的 我们是个器皿 我们是受造 神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 祂的受造的这些 要跟祂的 在永恒里面结合起来 所以我把它理解成一顿 这就是一顿更为普遍的预定论 如果没有让祂的神性在其中 与在自己的里面成而遇遇或停留于其内的器皿 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器皿 应该说在其内 并都有着和神所联合 融合结合的那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有无存多的那种机制 这种机制就是当你要去认识神 行求真理 行求跟神联合的时候 有无存多的办法 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说它是有无存多的办法 有无存多的层面 我们可以跟神相结合 神最低级的受造 那种形态 一直三生三生 就跟神去结合 所以进入天堂 第一神天 第二神天 第三神天 有不同的层面 就跟神不断的这样去结合 创造常向这端的目的 并且通过前面所说的三个要求来进行 人类被造就是为了接受爱和智慧 只要它意愿 创造的目的的表现 只要它愿意的话 我们都可以去接受爱和智慧 创造的目的 表现在尊多那事物中 是为了万物归向创造者变成的结合 这三个要求 目的 原因 和结果 存在于一切的受造物当中 那么呢 神第一 也就是主创造 知道这一顿的目的 也就是人与主结合的 连续的过程 会称为这一顿的目的的 一切的结果 重新成为最初的目的 这一节呢 我有点 就是说 被称为这一顿目的的一切的结果 又重新成为最初的目的 那我是成这个 就是一粒沙子 它实际上存在了 它是某一种状态 但是它也会伤化出一种气体 或者是一种影响 以助力生产 因而助力影响某些事物 所以任何一个存在 它又转化为 像别的存在 产生影响 并且导致一种新的结果的一个目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 这个灵牛 或者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原初的 那样一种驱动 影响下进行的 这个呢 我想只能理解 因为神的无限 神的探照 它也是无限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去理解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我自己吧 我觉得才能对这一切的描述 才能够比较合理的去了解它 才能够去敏感它 那我是这样理解 就是神的创造 它是一个无限的 无限的层面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 我们这个人啊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 这样一个层面 或是有很多 我们真是还不能理解的 那样一个其他的层面 所以说神 祂是一个无限的 一个层面 好的 那我今天所分享的呢 主要就是这些 谢谢 大家呢 就是有什么一些感想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谢谢 谢谢 陶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圣爱与圣智 然后这个 圣善与圣真 那这之间的这种 不同的说法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 还是完全一样 只是不同的词汇而已 还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的理解呢是这样 圣爱与智 那个智呢 是跟这个真 像这个 就是 关联的 那么 那个还有什么 这个 爱呢 是和这个善是吧 是跟这些 我曾经看到过这个 圣威东宝说的 他把它分为 两个人气 一个是爱的 一个是智的 还有那个爱这一块呢 跟光和热相对应 我想它们实际上就是 从主的那个 那个灵界的太阳发出来的 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热呀 这个爱呀 善呀 只不过是把它 好像分为这样的一个类 那个智啊 真啊 光啊 就是说 它是那样的一个 一个类的 一个对应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它应该是 是 是合而为一的 是合在一块的 只是我们 嗯 我们的理解 或者是 去认识 因为比方说 他而且 斯维德玛也说过 神就是爱 对吧 那么爱 那么你要再把它分的话 分成爱与神志 那么他说爱是 那个圣志的这个爱 志是 这个 就是好像就是 互相之间是这样 我想把它分开来 简直是 又对于 帮助我们理解吧 这个 而且是这个 从这个表现形态上来讲 嗯 就是 从这个两个方面嘛 是这样把它分个类 嗯 是不是更加有助于我们的认识 那这位存在来讲 本身来讲 它们应该是合为一体的 我不知道 这样想 这样认识 对不对 这个爱与智慧 还有这个 良善与真理 这两组术语 实际上是可以通用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良善 那个集合呢 就可以称之为爱 那个真理的那个集合呢 它就可以称之为智慧 它实际上就像一个统成和一个具体一样 就是说良善集合在一块 那就统成 那就是爱 对你统那个集合在一块 它就是智慧 实际上这两组术也是可以通用的 那么从那个对应上来讲呢 就是热 热 爱 善 那个意愿 那个好像上一次 那个 把它归纳过一块 就是他们呢 是去 好像是归为一个 一个类的一个人气 这个人气呢 是成为爱的人气 或者是 就归为这么一个一类 然后呢 这个光 是吧 那个智 真理 那个 还有是什么 就是 这一块呢 我们把它归为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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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是 随着吗 在它的这个 不同的推出当中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分类 天堂奥秘 或者说 立位计当中 经常说是 耶和华对摩西说 然后经常会说到 摩西呢 代表 神性真理 然后它这个字呢 英文是 都是大写 然后亚伦呢 代表 神性良善 它这个字呢 变成 好像都是小写的 然后呢 固定的是 加S的 那这里面 有什么讲究没有呢 大写 小写 然后加S 不加S 这个是 那个 鼠天的奥秘里面吗 这样说的吗 我估计 鼠天的奥秘里面 应该会有吧 但是 但是我看立位计里面 经常会这样说 尤其是 耶和华 教育摩西说 然后 小育这个字 跟说还不一样 然后呢 一个是C 一个是Speed 大概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注意到 这个 就是摩西呢 代表这是 神性的真理 然后呢 亚伦代表 神圣良善 然后 我有时候 亚伦呢 用全部大写了 Divine Good 有的时候 好像就说是消息 所以说 不知道这里面 有什么讲究 没有 这个 这个我也还不太清楚 他肯定有讲究 他肯定有讲究 因为他这个爱呢 他在这个不同的 具体环境下 他有不同的反应 这个不同的反应 集合 那个具体的那个反应 实际上 他就是 可以说是一种良善 再一个说呢 这个鼠天的良善 他留下来的时候 他就很麻烦 他有时候就是说 你比方说 鼠天的良善 有真理 鼠天的良善 往下流的时候 他有时候 直接流入 鼠灵的良善 有时候呢 就通过 鼠天的真理 流天流入 鼠天的真理 然后再流入 鼠天的良善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 直接流入 这个 这个鼠灵的良善 他这个 他有好几种 不同的这个 流入这个 这个途径 他途径不一样 你像这个 直接从这个 鼠天的良善 直接流入 这个鼠灵的良善 这是一种良善 但是他通过 鼠天的真理 然后再 流入这个 鼠灵的良善 这个鼠灵的良善 又是另一种 他这个流入的途径 他是不一样的 那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都是说灵界的这个 这个光热和灵的这个 这个尊为界的 就是说我们周围的这些 灵啊 这些影响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是吧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 比方说 就是更加的能够有爱心啊 更加的能够有那样的一种智慧啊 更加的能够成这个 灵界啊 得到这个 得到一种更大的激励啊 是吧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就是信仰当中的那种悲求吧 就是说 那个 透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 有这个 在这个良善 在这个智慧当中呢 这种成长 这个就回到了 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 这个 操练啊 这些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南方是一个基督徒吧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永远遇到很多的挑战 就是说 为什么 是吧 那当然我们原理上来讲 好像这个挑战 整会是 有神的美意了 有神的允许了 那有的时候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的身边 我们更加的和谐 是吧 能够 更加的 就是说 对这种 好的良善的这些所激励 所以我也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 我们比方就通过祈祷 或者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快的 更好的被改变成 所以我也常常在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些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好多事情还是让人很 又不小心 好像这个 这个老我呀 这个不好的这个 又又又要出来 有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 我觉得 我觉得世卫中保的那个理论啊 它的启示 有的时候强行蛮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是受灵界的这些影响 有的时候就受邪灵的影响 那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邪灵赶走呢 或者是 那我们就一直就受那个良善的那个影响 那我们越来越好越好 为什么还遇到了那些 对吧 比方说有的时候 生病啊 或者是 各样的这个 苦痛啊 这些事情 我想我们在信仰当中 也是要寻求这种 就是那种好的 是吧 要避免这些 有的时候还不会遇到 有的时候 就觉得是不是在这个生命当中啊 有好多地方 就好像需要改进 包括在家庭啊 工作啊 环境啊 这些地方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些 不顺的事情 这个我也是在 也是在想着这个 看到是不是某的这个 有的觉得我有一个感觉 就好像这个道理是蛮清楚的 好像 但是要这个行政当中 在生命当中 要把它表现出来 就好像可不容易的 就是 好 大家好 那今天晚上呢 别有点时间 我说两句哈 陶老师今天晚上讲到那个圣爱与圣志啊 提到 提到这个圣父圣职圣灵 他又提到这个原因啊 这个目的 原因结果 我刚才的听的听课的时候呢 就想到 这个圣父圣职圣灵 能不能够给予那个原因啊 这个目的 原因结果呢 就是说 联系起来呢 就是好像父好像就是目的 啊 这个感觉到这个爱嘛 就是说爱好像是 就像一个目的一样 爱爱呢 就是说 是一个目的嘛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 原因 原因好像是智慧嘛 啊 还有再一个就是说 啊 就是结果嘛 结果就是落实到这个使用上面 就是行为 我就是服务的上面啊 我也在在想到这个就是说 复制圣灵跟这个目的原因结果 他里面是不是 呃就是说 这是说就是神的这一方面 就是想现在 就是我们的悟性种是这样的理解的 啊 在于这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这个陶老师讲到这个 就是我们所听到的 所听的这些道啊 的运用 呃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自从学了这个 那个 史维登堡的这样的一个主作以后啊 其实我就就就我自己有个感受 就是说感觉到原来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 好像活在那种 呃错误的信仰之中啊 就是说没有得到什么 但现在就是说呃 史维登堡就说他这 这是主的圣道已经来了 我认为这个道呢 他就是一个生命 他就是一个全新的把生命 被改写了 一个全新的光明的 就像我们人间说的嘛 就更阳光的 呃 更美好的这样的生命 生命只有这样活呢 才是天堂的 才是喜乐的 这样的生命展现出来呢 就是像花一样开的更美 呃 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把它应用到生活之中 就是说自己先尝一尝一尝吧 真真道的话说呢 他必然能够带来实际的 啊这个改变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所 常常谈论的那个重生啊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可以就得有更多真实的解释了 是人的更新嘛 以前这个对于这个信仰中很多的东西呢 都是很模糊的哈 比如说重生啊 赦罪啊 保险一席罪就没了 但是现在呢 通过这个瑞登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更清晰了 知道都是一切都是更新嘛 而且都是 都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就是粘幅着各样的罪 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通过具体的这个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里面呢 都通过他的这个 他的他的这个目的啊 也就是说他的爱欲 然后通过他的这个里面 这是错误的想法 或者是智慧的想法 达成不同的这个结果啊 就产生了这个这个不同结果 就像保陆说的这个人重的是什么 瘦了也是什么呢 这个生活中就是说把这个目的原因结果呢 都都展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 我认为每一件小事情虽然小哈 就像生命一样啊 那有的生命呢就是特别的小 就像芥菜主一样 然后他可以长大啊 我我毫不忧郁的相信呢就是说 人的生命呢 生命的丰富呢是从各样琐碎的小事情 包括他的这个最最小的一件事情 他说起的那个动机啊意念啊 就是说他会他会虽然事情小呢 但是会把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和他的这个啊 他的智力啊都调动起来 所以认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呢 我感觉的是践行 啊 史维登堡这个学说啊 就是说他会把这些真理呢 不是写在这样的一个书上一卷一卷一卷那么多 就是说会刻在我们的那个心灵深处 这些心灵深处呢就我们灵的里面 是我们真正所建造的啊 是我们真正所建造的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 渴望就是说一切的我们的这个史维登堡的这个爱好者 和今天晚上聚会的所有的啊 弟兄姐妹啊 这个大家都在生活中一同时间 当然了如果可能的话说呢 就是我们也建立起一项啊 这个有形的这样的聚会呢 就是更大的普及 因为更大的这个教会呢 会复兴复兴这个道理 使这个道理呢传播开来 以至于就是好像有更大面积的更大面积的普及吧 是这个神的真道 耶稣基督的再来呢 能够呈现在这个人间 好像来到这个人间天堂一样 啊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也有点啰嗦了 谢谢大家 啊我想说呢 其实史维登堡在书里说过就是人呢 他就是呃 神就是爱嘛 他的三种爱呢 一个是爱主爱灵 一个爱自己爱世界 这三种爱呢 必须要摆对 必须要摆对 前提就是什么呢 你不能把这个爱自己和爱这个世界摆到第一位 这个如果你一旦摆到第一位 实际上这个生命啊 它是一个倒软的生命 它是一个 它体现出的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生命的性质 它体现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混乱的生命 所以呢 就是说嗯 其实对左爱人 扣印主的就是这两种爱 就是爱自己 爱这个世界 而不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自己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重 把主和那个灵神的看得太轻 就是说这个位置没有颠倒过来 你没有颠倒过来 这个生命它表现出来 它就是一个混乱 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 也就是说它成 它这样一个结构 它会呈现出一个性 不好的性质来 这个不好的性质 就会让人感受到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 我觉得主要还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 就是把爱自己爱世界 这个爱摆得太重 如果摆得太重 至于这个爱主之上的话 那就是一个麻烦 是的 谁就讲到是非常非常对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爱自己啊 或者是爱世界的时候 根本自己就不知道 因为这些 这些情感呢 欢欢在人自己里面的爱遇呢 他并不反对 而且他觉得自己很不错 所以呢 就有的时候自己 即使有了这样的一个自私的念头 就是不爱临时啊 不爱主啊 自己就是平时的时候也做的何情何累 所以就是在一切的小事情能反映出来 在小事情上呢 有的时候发现是 只顾自己的时候 没有想到 跟这个别人来往的时候 没想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呢 而这个时候就看到 哦 这个是自己错了 这个就是肥改嘛 所以我说讲的那个小事情就是这个意思 各样的小事情呢 都看到到底是求别人的益处 还是求自己的益处 这样一对照呢 就是不然的话说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这笼统的概念呢 经过千次万次 千百万次的这样的一个展现的小事情 这样的 才能把我们纠正过来 如果是通过一个一个道理 就是说这个爱自己 爱这个或者什么样子 那他他不肯悔改 就说他自己他在他里面已经形成一种塑性了 这种塑性呢 必须通过我认为这个通过 就是反反复复的像练拳击一样 你不是打一拳你的肌肉就减壮了 你要经常练经常练像打插带一样 直到你的整个的肌肉非常的这个健康 我发现我们的灵啊就是这样的 灵的生命跟身体上的肌肉是一样的 他他他需要经常的锻炼 在各样的事情上不要把自己 呃这个成为一个好像就说 呃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第一反应他他他他他因为这个太太老练了 就是说对各样的邪恶各样就是说 各样的不良的动机 他在小上他就能觉察到 他立刻就感觉到自己是不是他爱别人的钱财 他爱这个虚荣 他爱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 这个立刻就可以意识到 因为天天这样天天这样呢 好像他的灵就是特别的敏畏 所以这个瑞德摩这些教训呢 就会落实到他的灵的里面 而不是光这个这个悟性的思考之中 我今天中午呢 给我儿子这个送饭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还聊过 我儿子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 挺什么挺开心的 我儿子说 我说妈妈的那个我觉得看一个人啊 最好是看什么 看这个人 这个对待自己不好的人 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他说 我儿子说 他说如果你能看到这个 这个人对自己不好的人是一个什么态度 你更能够看到这个人 这个有什么样的本质 就是有什么样的本性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 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对自己好的人 他肯定一般人的一般反应也会对他好 这个是看不得出来 但是对自己不好的人 你比方说有人让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愤怒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检查出自己里面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起作用 比方说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很生气 我们生气呢 不是因为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就是说他哪怕讲的有道理我还要生气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自我在做谁 就是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 我们并不在乎真理 如果我们是因为他说这个理 因为他说这个理 他说了说错了 他把这个理歪曲了 因为这个生气 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面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就是测出自己 那可能就是 是叫做真理的一种 按照史维登堡那个灵界见面说的 就是一种 对真理的一种热情的一个 一种表现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 那个很多的时候 因为是自私吧 或者爱自己的缘故嘛 我们就特在乎我们个人的这个面子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道理 或者是我们说错了 我们都也不愿意承认 就是我们中国人还特别爱面子 有的时候那个 我们表面上都是不说破的 就是啊好 就是给面的 或者这么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私自爱的表现 那个刚才你那个儿子说的 我想他就是说 就是要以这个真理 对吧 不对就不对 要以这个东西为原则 那说明我们就是爱真理 爱真理就是爱主 所以和你的那个 那个把主 凝舍放在前面 这个是一致的 当我们以 以凝舍放在前面的时候 对吧 以主放在前面是 以真理为原则 以别人的依赐为原则 那这样的话 那这个位置就改对了 现在我们学的那圣爱与圣智呢 也就是说在润宝的很多的足处 足处中呢 里面的内容呢 都有很多的一样的 甚至是近视的 就是说学起来以后呢 就这些总体的观念呢 就是反复 反复的出现提起 好像大家呢都是 学的都是很容易接受 但是我感觉到这个 就是说他所提到的这一切啊 虽然说是提到这样的一个三小树啊 好像负责圣灵啊 这个还有这个什么 啊 目的原因结果呢 但是我发现它是展现在 啊 几乎所有的这个塑造物质中 就说它是非常丰富的 好像就是说这个颜色的那种三种颜色嘛 我又不是太懂啊 啊 就说这个像那个彩天里面的基设只有三种呢 但是它能够变化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各样的丰富的颜色都能够展现出来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虽然说我们就是讲到在在在在这几方面呢 但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情感思维和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 这个里面的一切就展现出很很丰富 所以我感觉到他真正的价值和快乐 是他就说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平时的基督徒讲的把它活出来 活出来的时候呢 就像那个东西啊 像食物一样 把它嚼在这样的一个口里面 就是说你会体会它的味道 就是我反复复复的觉得这些东西啊 这些说讲的这些 这些智慧的道啊 运用在这个心灵里面 然后世间的生活之中 就是能够就是用灵魂能够品尝它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一个 确实是感觉到它它是真理的化作呢 就会发现给生命就是带了一个就是说 好像一个很正面的 而即使我们就说在所行的市场呢 吃亏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和这个摔了一跤 也是因为吃亏嘛 啊就是白跑了几十个四十九公里 然后又是亏了很多钱 我又把它送过去 但是我回来又就是说既没有去让人报销这个 钱也没有去 去讨这个东西 但我心里面很平静 我觉得即使我没有钱去怎么样去去去去去 就怎么样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说我就总是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件事情 即使就是说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的是怎样人不知道是天知道 那我的良心里面那种安静和平平安和喜乐 而且感觉到哎呀现在你平时忙得不得了 现在有时间 平时根本就没时间聚会嘛 包括我们这个其实我很喜欢的这个礼拜六的聚会 但是现在可以安静下来了 天就是一天的时间呢 可以看很多这个瑞登堡的书记 就是发现自己 哎呀真的是 太需要休息了 太需要这样的看一看 觉得非常的好 我也感觉到真的是万事非常效率 有的时候我们吃一点亏啊 其实这个所谓的亏呢 恰好就是我们的福气 我发现如果不是不是受了这点伤的话 是我根本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安静和睡在床上这么好 一年啊 这个感觉到根本就没休息过 累得整天晕头转向的 现在受伤了是这个能够坐在床上 我感觉是特别的幸福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休息 虽然说是坏事 有的时候呢也确实是好吃 感觉到这个神的道呢 就是被解释了被瑞伦堡解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用心灵和身体去体会的时候 真是感觉的是不是空虚的 谢谢 那个马杰松啊 那个你前一阵子一直嘛 你都是很忙 然后呢我能感觉到你的那个状态呀 因为我周围也有生快递的那个 他们都是哎呀 沖啊 这个 包括有的时候马路上敞灯啊 就是为了找一秒钟 或者 我觉得你那边确实是太辛苦 然后 那个 确实有的时候 可能神不希望一个人啊 就是处在那样一种状态 那样状态的话 对生命啊 这个压力 粘力 反正紧张 太厉害 所以我在想的也就是像你说的 可能主要的休息 休息 然后呢 就是说 可能有时候 就是可能看别人可能比较容易吧 我们自己事情临到的时候也会 这个很着急呀 很那个 但是有的时候 神的原则上讲呢 我们确实还是要 要这个比较安稳的 或者是 不管怎么样 事情如何如何的那个 当然我们心里面还是要 要能够把它安稳一下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学习的吧 因为因为事情多了 有时候这个人就急 但是呢 我想神是要我们 休息 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你们要休息 因为我是神 是吧 你看有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们人的生命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老是处在一种紧张的 焦虑的 增强的状态 那肯定是 我不后悔我想神的那种 那个好的道理 所以我也想到马就生的这个工作呢 这个 这个确实 以后我们都可以一起 也是吸取一些教识 无论是工作多忙 还是要有一个安稳 稳定的 建议 心态或者是 做盘或者是 也希望马就生早一点 康复 好 谢谢 陶老师 其实感谢主 我还觉得 这个工作呢 也是有有益处的吧 这个益处是什么呢 因为我跑这个闪送呢 我可以这个一边跑 那一边这个去听这个瑞伦堡 因为我 因为这个瑞伦堡这个书的很多 我都把它变成那个 pdf格式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去用那个音频嘛 朗读啊 就是去听 每天都听这个 不亿亚于这个 七八个小时吧 自己跑 一边跑一边去听 所以这个 心里面也非常的 欢喜快乐 因为 任何的别的工作吧 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虽然说 我原来也是 有其他的这个职业 但是总是觉得呢 就是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专心 因为我这个 骑在车上的话 说我头盔里面 带有一个蓝牙耳机 我可以一边一边听 所以我还是比较满足的吧 但是呢 感谢主呢 就是说 这个现在这个交通呢 确实不太方便 特别是下雨 就是说 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摔跤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万事非常效力吧 主要让我能够重新休息 我特别的感受到 哎呀 这个休息是特别的宝贵 累了整成的一年都不敢休息 特别是礼拜天 休息一下嘛 还有很多的衣服啊 很多的东西啊 要处理 但是呢 现在好好的睡了 几天都花下呀 真的是 可以静下心来了 那么感谢主呢 马迪生可以吗 好的好的 今天是有时间了 那么我带个大瓜吧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你 感谢你 向我们从各样的假道 混乱黑暗之中拯救出来 借着你的仆人 史维登堡先生 能够把这样一个完整的信息 用他的一生 啊 给写出来 主啊 我们今天读了的时候 我们知道 都是你的恩典 做我们的眼光 做淡淡的投向你 从一个分裂的信仰 到一个完毕的 我们的心灵知道 主耶稣基督你就是天上 地上 主啊 一切的全民都在你那里 说我们现在因着真理 更加的 主啊 把目光投向你 把我们的爱 投向你 我们也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愿意走你的道路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天堂的道路 主啊 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爱你的弟兄姐妹 他们虽然不说话 但是 我们的心灵都是经营的 听到你的真道 连联系在一起 主啊 串尼亲自 是每一个 没有发言的 雅各弟兄 道逢弟兄 还有很多的 很不知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至上的真道上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这个思想 都能够相通障碍 渴望有一天 中国的这个新教会能够 因着这些人能够被建造出来 虽然我们现在通过网络就会 但我们更渴望有一天 实起的教会 能够被建造起来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间 求你亲自预备更多 你所喜悦的器皿 能够更好的 回传扬新教会的真理 和做好生命的基础性的工作 愿你也亲自大大的使用 这些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让他们在各样欢迎的工作上 能够尽心结力 说特别就是 刘广斌弟兄 还有刘姊妹 以及玉阳弟兄 很多这个做翻译工作的 愿祝你亲自预的同在 是他们一无所缺 也许这些忠心管理你 这个网络聚会的这些弟兄们 能够立上加厉 求你亲自预备各样的恩赐 使我们彼此的扶持 以至于这个新教会 在各样属灵恩赐上 多而又多 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财产上 能够丰富起来 愿你在建造友情教会以前 能够预备各样属灵属天的恩赐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 不会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感谢你亲自 持后这晚上的聚会 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 重赞 都归给你的圣明 垂听我们众人 同心合一的祈祷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使命 阿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的是《圣爱与圣智》的第146到172节 那么这几节的内容主要就是谈到这个圣灵 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 就是主在灵界 祂是在天使眼前 祂是行为一个灵界的太阳 那么这个太阳不是主本身 是主所发出来的圣爱与圣智这个光和热 它显会为一能太阳 主在太阳当中 而且这个太阳它在天使的面前是在东方 在天使的前面 这是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的 然后今天这个谈到圣灵 也146节 就是说行为太阳的主发出圣爱 所谓圣智 像天堂放射的热和光 就是发出的神性 也就是圣灵 那么我们在这个群群的教会当中 我们都对圣灵呢 有的时候把它想象为一个独立的位格 有的时候像一个天使的形象 一个格子的形象 或者是有一个不同的形象 那么在这里面呢 斯维珍宝他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圣灵就是主发出来的圣爱和圣智 表现为热和光 也就是神性的发出 斯维珍宝在另外一本书 就是先耶路撒冷教义 这个专门认出主的一个小册子里就提到了 神的位格和本质上 祂都是一位的 圣三一是在祂的里面 这就是主 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真神 祂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三一 三个一体这个概念是让很多人糊涂的 那么这个在这里面呢 斯维珍宝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 神性他作为源头呢 被称为父 神性至人被称为子 也就是神以肉身的形式 曾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在人间生活的 这个呢就被称为子 发出的神性被称为圣灵 人们虽然称圣灵为发出的神性 就不知道为何成为发出 因为人们不知道主在天使面前是显得太阳 这个太阳说发的热 本质上是圣爱 说发的光 本质上是圣智 那个 我们就是说人们因为对圣三一的有误解 包括亚塔拉修的这个信经里面就提到 父一位 子一位 圣灵一位 对吧 就是把这个 有一个很分裂的认识 那么为了强调子和父 有它一个屯顿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也好 或者是屯顿 强调父和子的这个屯一也好 所以又引申出一个子 在远古就有了 就在神的创造之中 就有子的存在 这就更乱了 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人会认为 基督教的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 实际上就是三个神 是多神 所以这完全是违背了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信仰 那我们就那个 虽然说 随意中华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很多人说圣灵是发出 但是因为不认识不知道 神在天使的面前的灵界 他的行为一个灵界的态 所以呢 就不清楚 发出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么天使取爱和智慧的程度 就是取在神性之热和光的程度 原因也是在于此 若不知道主在灵界行为一能太阳 便发出神性 就不可能知道发出是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神只有一位 是全在的 所以呢 将发出的神性 视为一个位格边 声称呢 他是他为神 那么实际上就是分裂神 显然是理智的 第147节 就是提到 因为以前也讲过 神不在空间中 因为他是全在的 神去处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神性的这个发出 在遍及整个的宇宙和存在 他们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147节 那我们开始拍摄了 这就是 怎么发出的 嗯 那么 快点 我们发生了 我们发生了